位于北韩首都的东平壤大剧院 一号晚间可说是星光异矣 由南韩文化部长都中汉率领的120人艺术团 到北韩进行交流 包括热门南韩女团Red Velvet 以及少女时代成员徐璇 歌坛老将赵荣碧等歌手纷纷登台献议 台下的北韩观众看得掌声连连 为朝鲜半岛进来的外交融冰氛围 再写下新的篇章 在欣赏南韩演艺圈流行歌手 这场表演的宾客中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与妻子李雪主 也意外地现身当中 由于平壤政权极力防范南韩流行文化 影响北韩人民 金正恩这次出现颇受瞩目 南韩文化部长都中汉透露 金正恩在会场曾多次询问歌词意义 显示他对南韩大众艺术的兴趣 北韩国营媒体中央通信社今天则报导 金正恩看到北韩人民诚挚赞扬演出 深入了解南韩艺术 令他深受感动 今年稍早南韩举行平昌冬季奥运时 北韩也曾派遣艺术团拜访南韩 南韩总统文在寅与金正恩的包妹金宇正 当时必肩观赏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 金正恩一号就说 自己出席南韩演出是礼尚往来 据传他并且提议 让北韩艺术公演团秋天到首尔演出 《秋到来》 与这次南韩的表演主题春江志相互辉映 除了一号的演出 南北韩艺术团三号另外将举行联合演出 替两韩预定于27号 在板门店停战村举行的领袖峰会充分暖身 与此同时 美国和南韩年度药英联合军演 则是在一号低调地默默展开 不若艺术团交流受到媒体关注 两韩交往持续融兵 另将于五月与美国总统川普见面的金正恩 上个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时 提到北韩愿意实现非核化的立场 回向金正恩去年频频测试飞弹与核舞 令东北亚陷入紧张 现今朝鲜半岛的局势看似明显缓和 不过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上月底暗示 北韩仍有迹象显示正准备再次进行核事报 面对北韩近来祭出所谓的和平外交攻势 各界似乎仍需谨慎以对 杨广斌杨昭燕报导